你可以吃得到一點QQ的小粉圓在裡面 小朋友一定會非常愛這個口感 而且重點是它滿甜的 因為有地瓜的甜 也有洋蔥的甜味 嗨 我是妹姐 我是阿達叔叔 魅力時光讓你吃得美麗又健康 我今天看到你準備一個很特別的食材 帶來了紅寶石來 紅寶石 台灣原住民種的 紅磊 紅磊一開始是在中南美洲 是 那台灣是有原生紅磊 非常難得 之前只有原住民朋友知道怎麼使用 但現在變成是一個很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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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聖品 第一 它的營養成分非常高 沒錯 第二 它是DGI食物 然後它可以幫忙減肥 減肥 沒錯 很多好萊塢女明星都在用它 對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清洗它 那等一下我來示範一下怎麼清洗紅磊 好 來 對 我去台東採訪過原住民朋友種紅磊 然後他們在洗的時候 哇 跑出一大堆泡泡出來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那個造術先洗掉 對 哇 你看 對 但是很難洗的是因為它太小顆了 對 所以你要找一個很細的袋子 很細的網子 像這一種動作我們至少重複三次 然後 要洗三次 對 至少 紅磊大概就是這個手續比較麻煩 對 今天要幫我們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做海鮮煎餅 我們最後一道就用我們的飲用水來洗 那一樣要把它過濾一下 OK 洗得差不多 然後我們要放到鍋子裡面煮的時候 我們剛剛是一杯的紅磊 那我們就用兩杯的水 一比二的比例 對 洗得差不多我們可以泡一下 通常鍋子裡面煮要煮多久 我們用瓦斯爐煮的話 我們就煮15分鐘燜15分鐘 OK 那我們先來川湯海鮮好了 海鮮 因為我們很怕它等一下出水 所以它這個水滾了之後呢 倒下去馬上撈起來 還有三隻蝦 三隻蝦 對 馬上撈起來 這樣子就半熟了 OK 它如果一直出水的話 那個麵糊就會水水糊糊的 還是煎餅裡面有一個特別的粉 對不對 但我們今天要用什麼東西取代那個粉 我們今天用全麥麵粉 全麥麵粉 就比較健康 還是地中海飲食的原則要全穀類 我們來拌這個粉 我們先把所有的粉都加進來 無鋁的 沒有鋁的 泡打粉 我們的鹽巴 胡椒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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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們先把粉稍微攪拌一下 所有的粉量都拌在一起 對對對 幫我們打蛋好了 把這個紅藜加進去 好 對 我們這個就是先做粉漿的概念 OK 對 然後我們一邊拌的時候 水慢慢的加 需要調水嗎 對 一點一點條 對 一點一點條 你知道紅藜是生長在那種 我去看了以後才知道 那是一片那種乾土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土很乾很乾很乾 可是紅藜卻可以長得比我還高 那個紅藜長得好漂亮喔 而且長變成紅色的 紅色 對 我們拌一些香油 增加它的香氣 拌到這種粘稠度就已經差不多 然後我們就把所有的 全部的材料放進來 對 這是洋蔥 洋蔥 紅蘿蔔絲 蔥 蔥 還有韭菜 韓式煎餅一定要有韭菜 對 那個香氣非常的特別 等一下 這是什麼 薑絲嗎 薑絲 不是啦 這個是台灣的地瓜 為什麼要放地瓜絲 這個地瓜放下去 真的就是那個甜度 馬上加深 都不用再放味素啊 或者是糖 非常好吃 哇 對 這個很厲害喔 然後最後呢 這個喔 海鮮我們等一下好了 鋪在上面嗎 你要鋪在上面 對 因為海鮮每次拌一拌 都會不均勻 要煎的時候 就會變成 然後還會很不公平 不公平 為什麼它有三隻蝦 我只有一隻 對 那我們就開火 這樣 稍微塑形一下 然後你可以把海鮮鋪上去 可以煎成一張大張的 對 然後我們煎好再來切 嗯 也很漂亮 那如果你怕小孩 覺得不公平呢 你就這樣小小的煎 嗯 對 那你就說這個是爸爸的比較大 這個是你們兩個的 一人一個這樣 真的 好好玩喔 哇 好美喔 感覺很好吃 湯 很香 非常的香 如果呢 不錯喔 發現你鍋子有點乾 可以補一點油 好 哇 好香 好香 好香喔 好 可是那個韓式煎餅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醬料 那個蘸醬要怎麼調 我們現在來調蘸醬 首先蒜頭 看你個人的喜好 好 加點蒜末 蒜你也可以 還有醬油 醬油 加一點水 開水 好 這個就是糖 但是我們這次我們是用赤藻糖醇 赤藻糖醇 所以它不是精緻糖 對 它是天然的 是 這個白醋加下去風味很不錯喔 這個呢 紅椒粉 對 一些辣椒粉 對 我們加一點白芝麻粒 對 一定要有白芝麻 對 這個感覺就給它不一樣喔 對 而且白芝麻要撒在這上面 不是喔 也可以喔 對 你看 這樣就完全像韓式煎餅了 對 哇 試一下 哇 滿滿的海鮮 對 滿滿的海鮮 一點點像什麼你知道嗎 裡面有那種很小很小 軟軟的粉圓 喔 有一點點 你可以吃得到一點QQ的小粉圓在裡面 小朋友一定會非常愛這個口感 對 而且你完全吃不到藜麥的味道 而且重點是它滿甜的 因為有地瓜的甜 有地瓜的甜味 也有洋蔥的甜味 韓式煎餅的那個粉吃起來會有點Q度 用藜麥就對了 太好了 都不用再加地瓜粉啊 太白粉都不要了 都不要 你用的都是天然的東西 非常的健康 這個藜麥喔 你如果嫌麻煩 真的像這樣子煮起來 放這個Baby food的保鮮盒 然後放在冷凍裡面 嗯 一次的量 煎餅呢 或拌在白飯裡面 都非常的好 對 都非常的好 營養方便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 然後你有什麼想要留言的 請可以告訴妹姐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不要吃 好好吃喔 好看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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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喔